闹出三条人命 诈欺不乏所得 高达3.9亿的台版柬埔寨主贤蓝道 三周前落网 检调查扣他的手机 比对金流通联记录 意外查出他跟台北市宁下路 派出所的业信所长密切联系 所长不但把别人的个资提供给蓝道 还疑似收取了百万虚拟货币 会造地检署公文 谎称要共同侦办 却意图把侦办的进度泄露给蓝道知道 检方讯后 依涉嫌贪污泄密 卫造公文书等罪 申请羁押进进货卷 而台北市警局也寄出了 两大过免职长出 真的有卫造文书吗 所长真的有跟蓝道联络吗 代眼镜穿黑色上衣 男子面对镜头不发抑郁 被送往士林地检署复训 他是大同分局 宁下落派出所业信所长 3号上午被搜索约谈 因为跟这名嫌犯关系密切 你总共诈骗了多少钱 台版柬埔寨首脑蓝道 指挥成员领略殴打被害人 夺走三条人密炸击 不发所得高达3.9亿元 被逮后意外曝光 他跟叶姓所长两人密切联系 检刀查出嫌犯蓝道 先前就是在叶姓所长 辖区的餐厅里面来担任厨师 那因为所长也蛮长去 这间餐厅光顾的 两个人才会因此手势 检警查扣蓝道手机 比对通联跟金流 发现4月7号 他怀疑底下成员 有内鬼跑去士林分局报案 疑似提供百万虚拟货币 要求所长去帮忙调查 所长涉嫌拿着假的地检署公文 向传办分局谎称 自己要共同侦办案件 提供侦办进度 跟报案人各资给拦到 被检方一涉嫌贪污 泄密未造公文书申请击押 认为涉案明确 而且情节重大 将依公务人员考计划 以及警察人员人事条例 何以一次计养大过免职 这名所长外卫能力优秀 过去在刑事局任职 两线三星警官 因为涉嫌盗刷案遭惩处 降调到包七总队 前几年才又平调回台北市警局 担任所长职务 这回台半柬埔寨 意外烧出案外案 目前所长针对收贿 全盘否认 检警还要追查 到底是被拦到陷害 还是真的有勾结 谢谢台北综合报道 刑事务作人